這個是這台肉好噁心好大顆喔 田雞吃到飽喔 他的腿大到我還以為他是 不是你不覺得其實他的姿勢有點妖嬌 今天帶大家來到我在林口一間 非常喜歡吃的麻辣鍋吃到飽的愛店 他家不只他跟達比吃到飽以外 還有這個我每次必點的蛋黃和牛飯 跟這個肉質很不錯的各式牛肉 也都是吃到飽 而這一次他居然推出了一個非常驚悚的 田雞跟雞佛吃到飽 這兩種食材是屬於那種愛的人很愛 但不愛的人也不敢嘗試的極端食材 非常非常的有特色 那不敢吃的朋友其實也不用擔心 他家的主力不管是菜牌 火鍋料到螃蟹海鮮等各類食材 也都吃到飽非常的受歡迎 最後再用他家招牌的這個 芝麻雙麒麟跟羊汁甘露 魚馬卡龍的甜點來給大家做個結尾 走囉 如果有一些造成你的那個反胃的話 我說真的對不起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歡吃這個 來喔我們來吃 這個是我們這 不然就硬要拍他了 好啦我們今天又來吃 帶大家來吃那個之前我們有 其實有來吃過一次 應該算新北是我最喜歡的一個麻辣火 火吃到飽 他們推出了田雞吃到飽 所以這個一定要來拍一下 看敢吃的就敢吃 可能不知道有一些畫面要打碼之類的 走囉 走吧走吧走吧 然後這邊也有兩櫃的 哈根打子 然後有很多的飲料 這個果汁汽水的那種 他最喜歡就是我很喜歡喝的這個 糖凝茶 他也是可以免費喝 他的白片條也是很多種 還有這種菜式 還有 冰淋泡沫 每次都要吃的 和牛醬 生蛋黃加和牛醬 每次一定要吃 來來我們弄飯 哦 然後表示 1997 再見 每次都一定要吃這個 你看它那個 蛋黃加肉 哇好爽好好吃喔 來我給大家看一下齁 我們這一次來點的這一個是假日 我們假日來的話一個人是746塊 就是以這一家的所有的東西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是很便利喔很划算 你看它的鍋非常漂亮 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我們就這樣子掃這個QR Code 然後就可以直接這樣子點餐 超方便的 這個這樣近看的話應該要打馬賽克 天機吃到飽喔 你敢吃嗎 我敢喔 你敢吃喔 那腿大到我還以為它是 不是 你不覺得其實它的姿勢有點妖嬌 你看這樣子這滿滿一桌 就知道為什麼我們那麼喜歡來這一間吃到飽 普普牛小孩 而且還有牛舌耶 上次好像來沒有看到有牛舌 然後還有這個螃蟹 這個一定要滷牛雜配這個麻辣湯 然後超大 超大的三杯 然後你看它的菜盤超漂亮的 很大一盤 什麼都有 然後這個玩角類的就是 基本上是為了我解而點 這個是雞界的巨石強身 甜雞加雞佛的麻辣火鍋 好 對啦 我有吃過 就是外型很恐怖啦 可是它吃起來是雞肉 這真的有點 這要打馬賽克吧 這有一些人應該不能辦法吃 五股牛小排 等一下那個 欸雞佛要煮多久啊 你看 好像好久沒有出來這邊 就是坐在餐廳這樣吃飯 希望疫情不要再出現 欸跟大家講科普小事 是我媽媽也叫疫情 所以他每次看到新聞啊 所以一直很有特別的親切感 一直在那邊講說 因為疫情怎樣 啊因為疫情怎樣 好吃 新牛小排 我感覺它加的肉質真的很好 梅花豬 我覺得不會辣啊 沒有辣啊哪裡有辣 我們來吃那個 超豪華吃到飽 然後你看我 我媽手上拿的是饅頭 對 沈下來 沈下來 因為它的蛋太大顆 欸它蛋一顆爆成兩顆 比較像正常的尺寸 哈哈哈哈 這個是這台肉 好噁心喔 好大顆喔 這應該是火雞鎬嗎 哇你這個是怎樣 這是 這隻雞是黑人的那個 這隻黑人家養的雞 等一下 等一下 整隻 甜雞腿出來 然後放我這 唉唷 如果有一些造成你的那個反胃的話 我說真的對不起 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喜歡吃這個 其實我看外型我也沒有很喜歡 可是如果你有吃過三倍甜雞你知道 其實它吃起來其實就像是 很有嚼勁的雞肉 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可是 怕的人就是因為它的外型 跟它本身是長是什麼東西 可是我覺得好推 而且它就是吃到飽 肉質還不錯 只是外型真的蠻恐怖 幫媽媽用雙麒麟 你知道 黑芝麻的好吃 它上次也是黑芝麻 那好像沒有變了 唉唷 又噴水了 有點色 它加的哈根打汁我還好 因為哈根打汁就是哈根打汁 要講廢話 我底下是香草哈根打汁 上面是它的那個 那叫什麼 芝麻雙芹 它芝麻雙芹真的好吃 不會吧 廣大蝦民 廣大蝦民只會罵人 應該不會 我們的甜點 你看 羊汁 羊汁甘露 你沒有吃過嗎 其實我覺得它很像是 優弱 就是養樂多加芒果 的感覺 然後這個的話 上面是黑糖珍珠 底下是 應該是芝麻奶酪吧 然後這個 哇 馬卡龍 米露 那它的芒果還滿甜 很少在那裡 吃到飽甜點還給它 嗯 爪不欲 嗯 好吃 很甜 棒式的馬卡龍就是很甜 嗯 很甜 而且它還保有一點點 台灣的那個 它還有保有一點 還有一點點 那個叫什麼 台式馬卡龍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蛋糕體 那個香味 那這是你最愛的啊 燒 燒 燒麻糬嘛 然後這個加頭豆腐 燒 馬拉 嗯 軟軟的那個 你的小包 然後花生粉比較甜甜 欸你入鏡了 好啦 那這一次的這一間 就是 我跟伊魯很喜歡 每次來林口找姊姊他們的話 都喜歡吃的這一間 麻辣火鍋店 我覺得真的是 算是 麻辣火鍋店裡面 算 吃到飽裡面算是 蠻高檔的一個 的火鍋 但是價格不貴 平日到649 然後假日749 而且這一次還有這個 甜雞吃到飽 主要是他的 喜歡吃甜雞 雞婆的人 喔有點吵 喜歡吃甜雞 或雞婆的人 可以來試試看 那他如果不敢吃這兩個 也沒關係 因為他的 額外的這些肉菜 都非常的新鮮 好吃 那推薦給大家 那資訊給我放在影片底下 吃甜雞 好